好,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題目 下圖呢,為互相垂直的兩直線 將四邊形ABCD分成四個區域的情形 好,來,這裡有兩條 一條,兩條 這兩條直線互相垂直 然後呢,將這個四邊形ABCD 劃分為這裡1,2,3,4,四個區域 那如果角A100度 角B等於角D等於85度 角C呢,等於90度 好,如果角A這裡100度 角B呢,跟角D一樣都是85度 角C呢,90度 那則根據圖中標示的角 判斷 下列角1,角2,角3的大小關係 好,這裡有角1,角2以及角3 好,看看角1,角2,角3的關係 哪一個是正確的 好,ABCD四個選項 哪一個是正確的 好,來,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解這個題目 好,來,那我們將題目再看一次喔 題目說互相垂直的兩條直線 好,這兩條直線互相垂直喔 好,這裡有一個垂直的一個記號 然後呢,我將四邊形ABCD分成四個區域 好,1,2,3,4,四個區域 角A100度 我們把角A100度飄上去 然後呢,角B跟角D一樣 都是85度 角B 85度 然後角C90度 所以這裡是一個垂直的符號 好,來,那根據圖中標示的角 判斷角1、角2、角3的大小關係 我們現在是要比較這個角1 這個角2以及這個角3 它的大小關係 哪一個是對的喔 好,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 角1跟角2好了 好不好 來 那這裡呢 我們再給它多一個 角4 跟角5好了 好,那為什麼要有角4呢 因為角1加角4是不是一個平角 對不對 那平角幾度呢 180,很好喔 第一個我知道 角1加上角4 它是平角180度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看一下 這個四邊形 我看一下這個四邊形喔 我把它畫起來好了 藍色的這個四邊形 這個四邊形 加角4 對不對 所以 角2 加上角4 是不是 是不是等於360度 去扣掉 一個90 兩個90 對不對 扣掉90 再扣掉90 所以呢 是等於180度 好,來看一下 角1加角4 180度 角2加角4 也等於180度 那我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 角1加角4 上面的180度 也等於下面的 角2加角4 這都是180度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現在 把同樣的角4 消掉 是不是 就剩下 角1跟角2 所以我就得到了 角1 等於角2 好,這是第一個喔 我得到了角1等於角2 好,來 那現在知道了 角1等於角2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角2 跟角3的關係 好,來 那我們用剛剛的技巧一樣喔 角2加角5 是不是也是平角 也是180喔 第二個部分 角2 加上角5 是不是平角 180度 然後呢 我再來看看 紅色的 這一個四邊形 紅色的這個四邊形 這裡 也是90度喔 因為這兩條 這兩條直線是垂直的 所以這裡也是90度 那四邊形的內角核 是不是360度 對不對 那角3加角5 是不是 就是得360度 扣掉這個90度 跟題目給我的 角低 85度 對不對 好,所以 角3 加上角5 是不是 360度 好,扣掉這個90度 再扣掉 再扣掉 角低 85度 那 是不是等於 100 85度 對不對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 上面 這裡是角2加角5 180度 下面呢 角3加角5 185度 欸 是不是 角3加上角5 185度 比 角2加上 角5的 180度 來的 大 對不對 那 接著呢 我們將這個 不等是 同樣的角5的部分 去掉 得到什麼呢 是得到剩下的角3 就大於角2 好,這是部分 第二個部分 角2跟角3的關係 好,角3大於角2 好,來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部分 角1 等於角2 第二個部分 角3 大於角2 所以我根據 避余率 是不是就得到 角3 大於 角2 然後呢 等於 角1 所以 角1 角2 角3的大小關係 就是角3大於角2 等於角1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 A,B,C,D 四個選項 哪一個是 角3大於角2 等於角1呢 來 角3最大 角3 大於角1 等於角2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角3 大於角2 等於角1 好,是一樣的 跟我算出來的 角3大於角2 等於角1 是一樣的 好,所以這個題目 我們 選的就是 B 這個選項 好,所以 同學 這個題目 我們 選的是 B這個選項 B,C,D 博友基金會 謝謝您的觀賞 本影片由 鴻海教育基金會 贊助錄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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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